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上次說要改變現在 變成我要重新的記憶嗎? 日七七很罷了 我到底算是哪種記憶? 找到了!不一樣了耶 這份記憶應該… 這兩個選項都壞結局吧 這兩個應該都壞結局吧 消失的黑暗中 再見了,基爾 我們曾經有過的美好時光 可是妳逃跑了 留下我一個人 我最好忘記一切 我希望妳能好起來 因為妳沒有繼續留在夢裡的理由了 在現實世界裡 我們都能快樂 只是分享彼此的快樂的 她醒了 基爾,我好擔心妳啊 我是睡著了嗎? 妳從屋頂摔下來了 都是因為那該死的女傭 什麼女傭? 奧菲利亞,妳不記得了嗎? 我… 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妳是在妳… 成天吻玩的那個遊戲裡認識她的 我是個網友少年嗎? 我不記得了 我覺得我記憶裡 可能有缺失的部分 但我還記得妳 我也記得… 紐約的學校 我什麼時候出發? 該不會睡過頭了吧? 哇? 愛情,就是個狗屁 她現在選擇我要重寫記憶件的是支點 沒有人幫她 沒有人幫她 逃過酒駕了 妳錯過了真結局 我們現在是有其他的結局 我會如何生活都能將妳擊潰 那我何必自怨自意呢? 喔 妳在幹什麼呢? 神經病 她要去哪裡? 沒有那麼多個壞結局喔 啊? 就這樣嗎? 畫廊多一張 那我們還有個選項 那我這邊就選擇另外一個 一起待在幽暗之城 可能家伙應該還是會 和妳一起待在幽暗之城 和我 在一起 會比真正的奧菲利亞還要快樂 我們可以一起待在 待在妳舒適的小世界裡 怪物 不,那些只是生活在那裡的居民而已 妳不用醒來 妳的奧菲利亞會在這裡 永遠陪著妳 我會不會再做妳 會不會再做妳 再做妳的奧菲利亞 還要做妳的奧菲利亞 大小小小的 就是一個問題 說不,那些人 要做不,那些人 就不會再做不,那些人 那些人 要做不,那些人 有什麼問題 可以攔他的車子 欸 他這次開遠了耶 好開車啊 大哥 你竟然拿到這個地方 我在哪裡 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我只記得 喝了酒 開車 我死了嗎 這裡 真是恐怖 找到你了 你不屬於這裡 7 變成他喜歡的那個女生 所以 所以奧菲利亞看到的對象那個女生是 積爾的形象咯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每個人看到的7是不一樣的 讓我們畫龍一口氣收完了耶 收完了 這是 帶姿美醋吧 這選擇其實會 他的支點其實有點難找 還好 我們搜完所有的圖片了 好 這款就結束了耶 呵呵 這款我們玩了耶 好 我猜應該會有12集 3集左右 竟然順順的把所有的結局收完了 太神奇了 所以最後我們先做個總結吧 所以最後 那個酒駕男 那個歌手 掉到自己的那個漩渦裡面了 夢境裡面了 7 要他問問題 他只要回答出來答案的話 他就帶他到他的心那邊 幫助他醒過來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是 之後的後續故事可能DLC會出現 關於他的故事 對啊 可達壓很棒對不對 好 那這款遊戲 先做個總結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評 這款遊戲 糟點太多了 真的沒辦法說太多好話 呃 整個故事 算完整啦 從自己內心 找 可是有很多地方 我覺得解釋的不清楚耶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從哪邊開始講 比較好 其實有說他是 問我說他是誰對不對 就是關於基爾的 愛情的 破碎的記憶嘛 所以 那歌手遇到的7 也是他的愛情的破碎記憶啊 這才會出現代字的形象 其實在現實世界中 我們的女主 奧菲利亞好像有流產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 最主要是我們男主的心理的一些 回憶 還有想法在互相衝突而已 不過我最後 最後有個畫面 大家記得嗎 基爾摔下來的時候 就我們剛剛還沒有兩個選項的時候 是 記憶中的奧菲利亞 就是記憶 逃出醫院 這個到底在暗示什麼 我一時想不起來 大家有想法嗎 這部分 我真的完全沒有想法 好那說一下不好的部分吧 首先他的 字太小了 他給我們的框框是那麼大 可是字那麼小 然後我去看別的國家的版本 他的字也很小 通常字不會超過兩行 然後框框 起碼可以塞個五六行字 應該是說他把中文字的字型大小 跟英文字母的字型大小一模一樣 英文小一點沒關係 因為他是用拼音的 所以沒什麼問題 但是中文字如果太小的話 糊在一起看不出來 看不清楚 而他選擇的字體非常詭異 不知道這是什麼字體 又是淡紫色的 完全不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他場景跟場景間切換的 感覺一樣不好 其實很多遊戲上會出現的問題 場景轉換 突然音樂很高潮的時候 突然斷掉馬上轉到另外一個場景 這點非常不OK 第三 有點虎頭色味吧 父母的反應轉變太快了 原來是這個那麼容易 那麼簡單可以溝通的事情 跟媽媽 坦然的說 自己一定性的想法 媽媽就改變了耶 完全沒有任何的衝突耶 媽媽也是要改變 因為一盤餅乾 當作一個媒介 還有他堅持他媽媽吃這個餅乾 他媽媽就改變了 爸爸在小孩子躺在床上的時候 爸爸跟媽媽說 我們是給太多壓力了 我們應該要放手怎麼樣 他媽媽那個時候還堅持說 都是那個女傭的錯耶 兒子已經躺那裡了 你還沒有反省 可是 就是在一個餅乾那邊 很快就可以轉變那個心境 我覺得需要更強的一點 衝突才有辦法轉變耶 把媽媽鎖在廚房 叫你吃下這個餅乾 媽媽就說 喔 你好像改變了 我很欣賞你這愚蠢的決定 嗯 我的心情沒有辦法跟那個狀況結合 有點抽離 不太好這部分 然後結局 有點簡單喔 就 出院了 看到奧菲莉亞 然後奧菲莉亞為什麼要去那邊 因為懷念嗎 對我們的男主還有點懷念 所以去那個天台 然後也沒問他為什麼會轉變 他的心境或者那麼大的轉變 應該要問得更深入一點啊 現在馬上就原諒他 他們兩個又複合了 嗯 這款真的 我自己覺得沒有很好 還有就是 嗯 嗯 同性戀那個部分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外國很喜歡這一套 同性戀沒什麼問題啊 可是那邊轉變有點太僵 這怎麼講 他的爸爸完全沒有錯啊 戴姿是 轉性嗎 從男生轉女生 戴姿的爸爸 在他交男朋友的時候 都會對上說 他其實是男神 這不是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代表說 他沒有剛開始沒有講 等於是隱瞞他自己的身份啊 這算是個欺騙吧 性向是可以自由的 假設我是異性戀的話 你沒有告訴我 還是算欺騙吧 還是說 如果我離這個世界 這會有點脫節了 這不算欺騙嗎 可是國外現在好像很喜歡搞這一套 從最後生還者到現在 其實很多遊戲都喜歡很露骨的 這樣的表現方式 脫節太多 我可以改變沒關係 可是 這點我要想一下耶 他爸爸沒有錯啊 對 邏輯喜歡他沒有問題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 這故事裡面是這樣的設定沒關係 可是 以現實面來說 可以這樣做嗎 因為 戴姿是在抱怨說 他之前的前幾人 告訴對方真相 怕他們逃跑走 所以不敢告訴他們真相 可是他爸爸告訴他們真相 他 可是他現在把 他爸爸塑造成是一個壞人的身份耶 可是以對不是才是對的嗎 嗯 這是我的想法啦 還是華人社會跟西方社會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還是說 這遊戲那個部分是要告訴我們說 不要被性別這個框架給束縛 喜歡就是喜歡 這樣子嗎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都被一個性別的枷鎖鎖住了 只要性別這個拿掉 喜歡這個人就是喜歡了 我們太在乎性別了 生理構造都不用理他 是不是這樣嗎 我覺得他爸干涉太多 他爸干涉太多也是沒有錯啦 但是 戴姿又沒有把他的那個 講出來的那個欺騙這件事情 又講太少 以這個遊戲 放的那個 成分來看 不過還好歌手喜歡他啦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只是歌手的反應有點平淡 有點意外就是了 因為他是被他眼睛所吸引的 不是我只很好奇說 現在西方的主流是這個樣子嗎 世界還有更 更多的 解釋這種 跨性別的 感情 有點意外 這張圖 這兩張圖就是他們兩個 分手的圖嘛 那就結束了 這一張圖 也沒什麼好講嘛 反正就是叫我 女主先走嘛 應該說 記憶先走 這一張圖 就是他們兩個一起 一起在 黑暗之城 的回憶 這只讓我 讓我有個新的想法 我也沒有說對 這也不是對誰錯 不一定每個人都要接受 如果他要這樣解釋 我覺得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啦 這一定是少部分人的某一些想法 因為這種性別的 每一種人都有不一樣的講法 每一些人都有對自己的堅持 這沒問題 這裡 沒有 就是 這三個也沒有問題 這跟黑暗之城的圖 是蓋在一起的 我完了 這個是他們 最後 和好的畫面 他牽手的感覺怪怪的 他們兩個牽手怎麼有點怪怪的啊 他們牽手怎麼會是這樣牽 不要騙我沒牽過喔 照理說 就算食指交握 也是 手掌面對自己吧 這樣牽啊 但是手往後這樣牽 這樣手會卡卡吧 就是你把你的手掌面對前面 然後女生奪手的手掌 是面對後面的 這樣牽超不舒服的耶 你完全沒有辦法甩手啊 你甩手會卡住耶 那哥哥是幹嘛 他哥哥為什麼要拒絕 好這個看過了 這沒有什麼想法 這邊有點好笑 就是女主要拿針 去刺那個 呃 沒有眼睛的那個男生的時候 他自己滑下去 好那我這邊的圖都看完了 然後我來看了 那我看了 你看了 在那邊 我看了 那這個 我看了 就不在那裡 感谢观看